这是一场普通道不能在普通的女子五千米决赛 但因为这个倒数第一的存在 让所有人不禁反思 体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这场比赛中 当倒数第二名运动员冲过终点线 抵达终点完赛时 一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19岁小将阿卜都勒罗耶娃 还有大半圈没有跑完 此时赛场上只剩下了他一个孤零零的身影 终点线前 有人瘫倒在地 累得直不起腰 有人鼓掌庆贺 为好成绩兴奋不已 但随着镜头和视线被吸走 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 还有一个年轻人尚未完成比赛 不知道是场跑过后累得气喘吁吁 还是在全场的注视下 阿卜都勒罗耶娃有些尴尬和害羞 他仗红了脸 还在继续向终点前进 抵达终点的对手们 纷纷高举双手鼓掌加油 看台上的观众们也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在继续向终点的发展 继续向终点的发展 继续向终点的发展 在抵达终点后 他还特意看了一眼自己的成绩 心中可能萌生了一些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19分50秒51 阿卜都勒罗耶娃的成绩 在职业比赛中 自然算不上出色 但他坚持到底的勇气 赢得了对手和观众的敬意 从阿卜都勒罗耶娃的穿着来看 上身穿着简单的Polo衫 脚下踩着普普通通的运动鞋 完全没有高水平竞技的条件装备 显然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卜都勒罗耶娃 个人条件并不是很好 初战大运会 也是抱着学习交流的心态而来的 但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 他虽败犹荣 成为了超越金牌的倒数第一人 看到阿卜都勒罗耶娃 朴素真挚的情感 网友们纷纷泪目 直眼仿佛看到了当年 刘长春单刀附会 一人翻过千山万水 渡过重重难关 终于成为中国奥运的孤勇者画面 虽然在跑道上 阿卜都勒罗耶娃 刘长春是一个人孤独的身影 但在他们身后 却是无数国人的支持和热爱